文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鄺卓輝 欢迎收看香港股市 1978年9月25日 香港举办了一场被称为 20世纪70年代最盛大最隆重的婚宴 婚宴共开350位 酒水一律系 牵尼斯·XO·布兰迪 每围花费要2,000多元 相当于当时内地职工三年的工资 出席的奔客超过4,000多人 政商各界名流 以及演艺界各路的名声色素到场祝贺 连港督麦李浩 澳督李安道 亦都是赴宴助庆 婚宴盛极一时 创下了香港20个支罪的记录 新郎正是香港豪门霍氏家族 霍英东的长子霍振庆 而新郎就是当时的港者商料冠军 朱玲玲 这对被誉为财子佳人的天作之盒 引来各方的祝福 新郎朱玲玲成功驾入洪门 更加引得万千少女艳善不严 然而这场童话式的婚礼 就因为事后新郎父亲霍英东的一段说话 蒙上了异样的色彩 港者与富豪结合 一场被刻意安排的婚姻 深杂大院冷暖自知 名唸朱玲玲正在继续 1977年就是这场婚礼的前一年 19岁的朱玲玲凭着美貌、智慧 一举奪得了最上镜小姐和港姐冠军 成为香港小姐历史上第一个商料冠军 新闻媒体一致赞预她 气质高雅、港姐中的港姐 在没有任何负面匪名的基础之上 年轻貌美、个人形象健康的她 和霍真廷浪财女貌的结合 也都开创了港姐架劃豪门的先河 然而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说的 一日豪门心似海 正是形容豪门悉父的不以为 朱玲玲的富家霍氏家族 是香港的名门望族 公公霍英东白手起压 创下数百亿的家业 家族企业涉及地产、石油、体育、酒楼等等众多领域 并且曾经长期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 在1993年至2003年 连续三届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 在政、商两届都颇负盛名 霍氏家族的发展伴随着时间的推移 霍英东对32岁的长子霍振廷的人生铺排 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在他成家立业之上 掌房仪式的人选正是公公霍英东阴点一手安排 为何会选中朱玲玲呢 霍英东多年之后是这样回应的 当时很多人都不明白 为何我们要大港排场办婚事 为何要镇庭取一个港姐呢 其实很多事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当时我和霍庭经常要去到国外 为中国的体育会籍问题奔波 霍庭需要知名度 这个对在国际上开展 有关体育外交活动是非常之有帮助 言语之中 除了是对促进工作开展的需要 更加直接的是镇庭需要知名度 而当时舆论叶孔声名大噪的港姐 无疑就是推波助澜 提振明望的不二人选 朱玲玲这个可以说是霍英东亲选的仪式妇 就是这样幸运地成为了灰姑娘 而她的名媛身份 亦都好像装饰着霍氏家族的一件珠宝真品 这样朱玲玲这个灰姑娘 她又是怎样穿上这一对水晶衫的呢 出身于缅甸的她 扭水的时候就移居香港 天之聪慧的她 在短时间之内 就学会了说粤语和英语 性格开朗 喜欢潮流的她 在大学留学英国的时间 兼职做时装模特儿 并且参加了香港小姐的竞选 一举获得商料冠军 年轻貌美 健康稳重的形象 瞬间成为了媒体的宠言 更加引得无数青年才俊 亭无不如 朱玲玲也成为了 当时众多男人心中的梦中情人 选美结束之后不久 朱玲玲在出席一次 龙州活动的时候 被安排认识了霍振亭 其后二人就开始了她们的交往 身为新晋港者 朱玲玲没有例外地走上了TVB的造星之旅 1978年4月 朱玲玲参加了她第一部 亦是最后一部电视剧 《马丽关七七》的拍摄 新片发布会上 她仅仅是一个朋友身份的霍振亭 陪同着朱玲玲的出现 瞬间引爆现场 蜂拥的媒体 记者差一点就碰到朱玲玲的时候 霍振亭 暂时就冲上去充当胡花使者 其后一片场 霍振亭经常去探班 而且总是第一个在导演叫咳 之后第一个送上掌声的人 在朱玲玲的化妆台前 每天都会收到一束的玫瑰花 在当时 香港的玫瑰花还要从东南亚入口 霍公子为了抱得美人归 亦都可以说是用尽心机 中官名门望族的子女嫁娶 向来都是讲究门当互对 霍振亭副二代的显客身份不言而言 而气质非凡 充为过人的朱玲玲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港者身份 和霍振亭相秉也并不信息 这被朱玲玲大十二岁 外界形象中木立的霍家大公子 通过短敌关爱打动了港者的芳心 和霍振亭经过了九个月短暂的戀爱 未及在娱乐血有所作为的朱玲玲 就是这样走上了婚姻的红地毯 从香港小姐搖身一变成为豪门贵妇 朱玲玲不知道引来多少女性羡慕 和质道的目光 离今高达一千万港元 婚礼盛放正是堪给皇室的婚礼 急于分享身份喜悦的她 她打电话给不能够出席自己婚礼的姐姐 这样说 姐姐 祝福我吧 我找到我自己的幸福了 公主和皇子步入婚姻的殿堂 是童话故事完美的结局 然而对于朱玲玲来说 属于她的豪门内宅的生活才是刚刚开始 一入豪门深似海 好 家规难违 性格群异 情变度火善 引爆分辨传闻 名媛朱玲玲稍后继续 天洋 cuid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的余面 也没说到我自己的社会 也没说到我自己的家庭 这个家庭 天洋 你 费 你 这些家庭 你 2006年朱玲玲一句 我已用回朱誠引发媒体的追问 而霍振庭面对媒体的时候就这样回应到 你们都知道究竟是什么事 其后朱玲玲通过了好朋友叶士文向传媒宣布 她已经在1997年与霍振庭分居 并且在2005年正式离婚 消息一出震惊整个香港 朱玲玲离开霍家 在香港的影响就好像大安娜皇妃离开英国皇室 港者家豪梅 童话般的婚姻就此被无情的击碎 这一场被众人艳善 才指佳人引领各方祝福的结合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最终令到他们要勞焰分飞呢 他们都留起长头发 天天就在唐人街打等 霍英东指导后 特意为他在英国买了一栋别墅 主要就是为了防止霍振庭学患 在强势父亲的严格管教之下 成年之后的霍振庭 是霍家家族形象的象征 吃 穿 住 行 讲究家族身份 对外注重形象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因此 珠灵灵愕于家族的种种弱束 向霍振庭提议 不如跟家族分家独立 未想到说话一出口 就是职一成为贼麻 霍振庭表示 你只要老老实实 乖乖地在家 做好本分,戴好三个儿子 分家的念头,你想也不要想 诸如此类,两个人一动一静的性家 漸漸在日伏一日的生活中显得不合格 而作为霍家的大公子 霍振庭在家族中扮演的角色 远远重过他作为人夫的身份 1989年,霍振庭在亚俄理事会上 成功当选为委员 正当朱玲玲为出席丈夫的庆贺宴会 而精心打扮的时候 突然发现已有的珠宝饰物都已经显得过时 想到霍家女卷更多 就叫管家来 示意向家族暂借一些饰物以便盛装出席 但是没有想到珠宝拿来的时候 朱玲玲被管家要求签字登记 作为霍家媳妇的朱玲玲难以接受 就退还了朱玲 整个宴会,朱玲玲再难有愉悦的心情 一直无精打采,无心认筹 事后霍振庭因为觉得有失颜面又加以抱怨 当选为亚奥理事委员以后的霍振庭工作更加繁忙 对家庭的照顾也都漸次减少 朱玲玲尚未享受到豪门贵妇的优厚生活 首先尝到家规和孤独的致命 对于个性独立,喜欢追寻自我价值的朱玲玲 身为贵妇的她,完全没有按于享乐 更加没有选择亦来信秀 她开始谋划自己的独立生活 1991年5月,在姐姐的建议之下 朱玲玲跳出了家族企业 和姐姐合作开了一间珠宝首饰店 即使是努力避开家族的干扰 把新店开在英国 但是最终,霍振庭也是通过媒体得知 并且表示有失家族男人的颜面 而勒令朱玲玲退出了首饰店的经营 这次风波,霍振庭出了男人的面子 责怪了妻子 朱玲玲选择委曲求全,换得安稳 已经若有三个儿子的她 背靠恩实家业,相夫教子的日子 未尝不是那个阶段最合适的生活 更何况家族事业这么大 怎会说没有适合她施展财华的平台呢? 深圳特区部著名编辑郭德贤 早年曾经因为慈善项目 和朱玲玲有个接触 据她的回忆 结婚之后的朱玲玲 不仅井井有条地主持着 慰言雅集的慈善工作 同时还帮助打点家族的企业 中环遮打到霍家总部的大楼里面 也有一间她的办公室 只不过是空间比较少一些 办公的卓尔呢 陈切都很旧的了 正当她很诧异地问 你还要上班吗? 这个时候朱玲玲就笑着说 没有什么事就来帮忙 不过我没有身水的 就是这样一个能主内又能主外的朱玲玲 她的婚姻仍然会出了问题 咦? 猫盒神尼下 傍满归府 情报 与保障我 聖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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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7月 突然傳出 霍真廷和內地一個女播音員搞曖昧關係 面對朱玲玲的質問 霍真廷的回應輕描淡寫 男人嘛 這些事難免的 事後朱玲玲負氣地搬來霍家大宅 帶著小孩搬到香港堅離地道的另一棟樓 甘遠居住 朱玲玲的出走引爆香港媒體各種猜測 紛紛議論霍家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一時間關於霍家的報導 充斥著娛樂頭條 大兒子霍啟江解釋地說 媽媽搬到甘遠居住 是因為想擁有私人空間 這樣官方的解釋 更令媒體越來越覺得霍家分辨的事實 輿論之下 最終公公霍英東出面解圍 對朱玲玲表示霍鎮定正處事業的關鍵時期 作為霍家掌飾 1999年一反霍家家規 以個人名義花了2400萬港元 買了壽山川道恆安國一個福息單位 霍英東是表態支持的 分辨全民過後 霍珠二人貌合神力 生活溝通越來越少 而矛盾越來越深 但是即使他和霍鎮廷的婚姻紅燈高掛 霍家每逢大小喜事 他都能夠整莊出席 以一家五口亮相公眾 就好像霍鎮廷事業上的重要場合 朱玲玲也會盛莊跟隨 然而顧及霍家顏面 是他作為霍家師傅身份需要的修養 當婚姻的傷害大過了他對對方容忍極限 朱玲玲選擇遵循自我 2004年7月1日 霍鎮廷獲頒發金字經勝章 朱玲玲和霍家遠遠分開床 拒絕拍大合照 間接預示著 霍珠離婚已成定局 2006年 朱玲玲通過好朋友葉倩文向傳媒宣佈 她已經在1997年和霍鎮廷分居 並且在2005年正式離婚 維持了27年的童話婚姻 最終畫上了句號 最美麗港姐的豪門貴婦生涯告一段落 她除下了霍家師傅的貴婦光環 而一身健康向上 美麗延熟高貴典雅的港姐形象依舊魅力如初 離開霍家之後的她 經常外出攝影取景 熱愛羽毛球 並且在一次慈善羽毛球賽中奪冠 為致力於慈善 她充分利用自身的影響力 推動由歷界港姐組成的慈善團體 為賢雅集 籌款做善事 並且被授予永遠名譽會長的薯榮 投身於喜愛的事業 是她曾經努力爭取的生活方式 如今得以實現 又說她是她在婚姻失敗之後的療傷之道 然而圍繞著她身邊的紛爭並未平息 摘去了曾經驗善整個香港的霍家掌飾的身份 作為經歷一個如此特殊一代的名媛 她的下一個感情歸縮 成為了八卦廣媒的關注焦點 2007年釋戒上映 朱玲玲和羅康瑞被媒體拍到在電影院裡十指緊強 這位羅康瑞同出豪門世家 大朱玲玲十歲 是香港瑞安集團董事局主席 開發有上海瑞安廣場 和新天地系列大型文化地產項目 家族企業英軍集團 涉足地產、酒店等等 朗豪方、朗亭酒店就是家族企業的一小部分 同樣經歷第一段婚姻失敗的羅康瑞 早在二千年霍朱分辨之後 就已經開始對朱玲玲展開追求的攻勢 但是當時 正是經歷婚姻拉腳戰的朱玲玲 在面對新感情的時候 顯得冷靜而理性 直到八年之後 被第一段婚姻傷害過的朱玲玲 是這是一小部分的 很可憐 哪一款 不知 有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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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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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媒体问朱玲玲 有没有什么家规约束 郭晶晶的时候 她笑着地表示 现在是摩登家庭 没有什么家规家教 要教导郭晶晶的了 这个曾经是霍家媳妇 如今晋升为霍家媳妇的婆婆 朱玲玲一展开明 包容的姿态 可以说是她本性的流露 回想当初自己所受的家规束缚 面对下一代 朱玲玲更多的是 给予鼓励和自由 加入豪门并生下了儿子的少奶奶 尚被看作是立功的表现 朱玲玲加入霍家 十年之内生下了霍启江 霍启山 霍启仁三个儿子 加上公公霍英东对音点掌息的痛爱 朱玲玲在霍家的地位 可以说是不可动摇的 霍家最终能够对他的放行 其中的九角 因为各方当事人一致选择陈锋 外人很难一探究竟 只是这个不肯一美奉迎 不愿被轻视的朱玲玲 决然选择离开霍家 并且能够再遇良人 仍然依旧是挑剔港人心目中 气质高压的港者 堪称奇女指一门 她的精彩还远远未到结束 美丽而自尊的她 你应得到祝福 也因为她泄露了几分普通人 难以看到的真相的豪门内窄的生活 感谢你们收看香港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传说在人海复复禅城 你为何奔破为谁忍 从何时学会感爱感恨 谁知道算计是种天分 看看身上的伤痕 那痛苦难道你会不忍 这世上任性暖或冷 你又能够改变气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